那么现在咱们这个看的是这场啊 这场的话是这个炫之队和这个 下方是什么队伍啊 我们得一块看名字 这是黑白之针啊 一个谁全部都是水影狂狼 一个都是暗能龙 暗影能龙 啊假装看不见我 这俩这也都是老牌战队了 炫之队的话 这个现在的话 这个双方拼的其实是差不多的啊 这个下方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劣势 但这个劣势这种劣势都是在可接触范围内的 哇塞 我看出来了下方全是风系的宠物啊 风系宠物的话 这个怎么说呢 上方是水宠 水宠转完之后的话也是分宠 那么意思说上方都是分宠 但是下方的话也被转了 也转完变成水宠啊 这个双方都是掉了个个 那么这个结果的话 放的属性是D啊 也就是双方都没有吃到属性优势 但是不排除他们的功能 吃到属性优势的可能 咱们小双口看的是这个鱼村的这个散轮组织的PK大赛啊 不是PK大赛 是PK这个游戏 PK战斗 这场是这一轮的这个最后决赛了 双方打的还是比较谨慎的 我这波这波这波哎哟这波这个假装看不见我这波有点伤啊 以下宠物飞了两 但是却没有给对方造成什么伤害 我感觉啊 这个由于这个宠物配置的不全啊 导致他没有这个人物去这个破这个上方工人的这个守护啊 好睡眠啊 被解 回旋梯 下方的战术的话还是以回旋梯为主啊 然后呢 这个先用回旋梯对给你宠物大面积造成一个伤害 然后这个工人补刀啊 如果只要中了 那么只要前面产生过大面积伤害啊 后面再中那么这个宠物很有可能被飞啊 透过这种方式来的话来消灭你的宠物啊 那么在现在来说的话有一点危险 就是这个下方的这个工人 宠物中全宠被飞 同时工人被石化 这就非常危险了 那么解除石化之后 这工人还得硬扛一搏 而且这个上方的这个宠物质队选手啊 非常的狡诈 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完全没有选择激火功人 而是选择了激火这个队长 那么队长的话直接被打下马来 这回合算是每枪顶过去了 用了两个这个守护啊 总算顶住了 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假装看不见我 现在问题又很大呀 这个功人这个解除石化之后 依旧没有放出宠物啊 同同时又被这个石化 这功人的话 由于这个始终没有放出这个中全宠啊 嗯也没有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余力去保着功人啊 所以导致功人这个直接被飞了 那么功人被飞而对方上方这个配置如此满圆的情况下 我感觉下方选手很难有机会了 而且这个是高手对决啊 这个想让这个一方啊 犯一点失误的话 犯点错是很困难的 那么下方选手的话 依旧是在这个增扎 那看有没有机会突破这个功人的这个防御啊 但是呢 这个上方选手已经料到你这么干了 那我这个全面保功人就是了 我打的慢一点就是了 啊 这回合不再集火功人了 选择了全面压制啊 是尽量把你的这个宠物给你打掉点 有这个假装看不见我现在的话 这非常危险了 现在 这个残血状态 外加这个落马 又被飞一人 那么咱们基本上可以提前恭喜选支队了 今年获得了第三轮的这个小组赛的这个冠军啊 成功杀戮四强 后面的话 这个 应该是没机会了 这个彻底没机会了 这个宠物也被全部飞完了 彻底没机会了 这个下方选手真的是相当的顽强啊 在这种情况下依旧是放出了他的宠物啊 企图做最后的增扎 其实有小伙伴说那不要增扎了 其实还是有的增扎的 那对方万一掉线了呢 对吧 是吧 完全有可能的啊 那好吧 那个下方选手没有选择继续增长啊 场内也没有下选手了啊 那我们最终恭喜这个选之队啊 获得了本次比赛的胜利啊